大家好 马上就端午了 儿子买了5斤姜米 我先把它泡上 用凉水把它先泡上 姜米在泡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手搅 让它静置24个小时 米已经泡了一天了 都泡成大胖子了 我把它再烤起一下 把旧水倒掉 再重新煎上新水 米已经烤起了两天了 姜米已经烤起干净了 水也清亮了 这是我买的新鲜的粽叶 新鲜的粽叶要先煮一下才能包 还有包粽子的马链草也要煮一下 儿子把大锅给我煎上水 好嘞 粽叶 马链草 凉水下锅 盖上锅盖 水开了 煮20分钟就可以了 趁煮作业的功夫 我把枣洗一下 在枣里面 撒适量的咸盐 一揪揪白面 放盐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面粉的吸附力比较强 能把枣缝里的杂质洗干净 现在我在盆中加入清水 把枣在面水里揉搓一下 枣已经搓得差不多了 我用清水把它清洗两遍就可以了 粽叶已经煮好了 满锅都是粽叶的香味 现在我把煮好的粽叶和马链绳捞出来 把煮好的粽叶放到两水盆里 让它冷却一下 粽叶已经凉的差不多了 我先把它处理一下 粽叶的底部有两个硬刺 我把它剪掉 剪成这样就可以了 剪掉这个 包粽的时候就不会扎手了 粽叶全部处理完了 把洗好的粽叶放到清水中 现在可以包粽叶 现在可以包粽子了 取三个粽叶把它窝成一个漏斗形 窝成这样就可以了 在粽叶的底部先放一个枣 目的是不容易漏米 第二步 第二步 把泡好的姜米放到粽叶中 在姜米上撒点清水 这样包出来的粽子 比较紧实 筋道 再放两个枣 换下手 朝手心一窝 粽叶转一圈 左手 握紧 右手拿一根马连绳 在包好的粽子上 缠两圈 一定要缠紧 好了 把它打个结 粽子就包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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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这全是红枣的,蜜枣的,你不是说给我包蜜枣的了 在桌子上,你给我拿过来 这枣吃的那皮老是卡嗓子,沾嗓子真难受 想吃啥的我就给你包啥的 今天专门让老妈买了点这蜜枣 这蜜枣包下的粽子,不用土皮了 皮也不沾人嗓子上 咱们普通的红枣吃的净卡到嗓子眼上,可难受了,可不出来 今天让我妈给包点蜜枣的 问你一会儿包妈,我给你放边上了 放边上 红枣的全部包完了 现在我给儿子包蜜枣的包法是一样的,就是枣不同了 这个蜜枣的,我用线成来浸 这样容易区分 粽子全部包好了 现在把包好的粽子放到大锅里 要先放粽子后加水 这样粽子才能摆瓷实了 我把这蜜枣的摆到上面 擦着缝柄板 现在在锅中加入清水 好了,水没过粽子即可 现在大火先把锅烧开 锅已经开了 盖上盖子 现在转小火 让它再煮两个小时 粽子已经煮了两个小时了 盖上盖子 关火 让它再焖上一个晚上 明天吃上这个粽子就特别筋道 粽子在锅里已经煤了一个晚上了 现在我把它捡出来 儿子,你不是要吃蜜枣的粽子吗? 是,尝一个 这肯定好吃 它没皮里面 有的人就爱吃蜜枣的 关键是土皮太费劲 我尝尝 这粽子 包的是没质了 慢点吃,别噎着 没事儿就哪能噎着 反正我是爱吃这蜜枣的 端午节到了 我在这里 收大家端午安康 好 好 感谢观看